尽管传统汽车市场销售不振 但是波士顿咨询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 鉴于当前自驾技术已经开始从豪华车型向经济车型普及 未来的马路或将是自动驾驶的地盘 而那些配备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 则有望在2030年左右贡献全球汽车销量的25% 可能在2025年到2030年左右的话 整个就是全自动驾驶汽车的话 可能会有15%到25%的一个量 院内认为汽车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大型的移动互联网终端 在快速发展互联网产业与不断增长的汽车市场有效的交融下 将会催生巨大的智能互联汽车新生态 但安全和监管等问题也在考验着自动驾驶技术 现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在重新考虑当时的维也纳公约 因为维也纳的话对交通公路的行驶有一套公约 那里面的话当时是明确规定就是自动驾驶车是不让上路的 欧洲的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开始的探讨